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 大人小孩都能吃的 鞍唇蛋 这个碗碰蛋 你就这样直接一死就行了 死的时候小心标志 然后里面可好吃 蛋黄都是那种傻傻的 要不是小子蛋 昨天摔倒 把大门牙都差点磕掉了 我拿这个零食来哄它的情况下 我都忘了有这么好吃的小零食了 你拍一下看一看 侧面 你看这嘴巴肿的 跟糖老鸭似的 大三 你不是说吃饭的时候牙疼吗 这个别吃了 吃这个不 疼啊 刚才一下子吃了四五个 然后我一尝 妈呀真好吃 这个可方便了 你看直接一死它就开了 哎呦我的娘来还想跑 看这个赶春蛋的荒 都傻傻的 但是它吃起来一点都不野人 妈这个蛋黄可好吃了 对外边这个可抠它了 这死起来可结痒了 对特别有嚼劲好吃 像我这种孕妇的话 平时容易饿的 长个宝里边好几个 然后随时都能吃 像这种小孩也饿 说实话这个挺好的 长宝里又方便 还解餐 这一回你也广介绍了 半喝的下去了 平时吃个泡面 螺丝粉酸辣粉什么的 就那种素食的话 小伴侣帮你放 绝了 嗯 减少吃的 哪那么出味 对而且这个它全是卤过的 这一喝的里边吧 有两个口味 一个无想味的 一个烟极味的 就是那种 嗯 鲜蛋刚好适种的 外面是那种口口汤汤的 然后里面的这个荒特别傻